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赵丽 我们先来说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呢 澳洲在连续上涨一周之后 昨天是第一天出现了一个首次的下跌 那么但是下跌幅度也没有特别的夸张 仅仅呢 这个银行股市基本是回吐了周一的这个涨幅 所以说 昨天呢 周一是上涨大约是0.9% 那昨天呢 整体澳洲股市是下跌了0.8% 收盘是收在了5760点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是虽然有一天爬上了这个5800 但是第二天之后呢 又迅速的跌回到5700多 那总体上来说呢 澳洲股市到目前为止呢 依然是在这个5750以上的高度在徘徊 我们也不指望它一天之内能够马上上到5800 那中国股市呢 昨天A股也遭遇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下跌 上证指数呢 是收跌0.3% 深圳方面下跌0.25% 双两边的成交量呢 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 欧洲依然是在放假时间 上下变化仅仅是在0.2%左右 而美国呢 是三个指数 一涨一跌一平 总体上来说 也和周一的走势基本差不多 那么另外要说一下的是油价 那么油价呢 在这个昨天 伊拉克公布了它12月份的产量之后 由于呢 是这个是12月份已经是在现产协议达成以后的一个月 但是伊拉克的产量继续在创新高 换句话说 它并没有执行到现产里面规定的这个量 那这也使得油价呢 继续第二天出现了暴跌 昨天油价呢 继续是下跌 大约是3%左右 美国油目前呢 是逼近的大约是51块钱 英国油目前是在53块钱 两个油呢 分别是从60块和57下跌下来大约是12%左右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黄金则继续上涨 昨天呢 一度是触及了过去11月29号以来的最高价 目前呢 是处在1180以上 那么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着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自己做空自己 是实在有一些这个难为 此话怎讲呢 我知道在这个昨天啊 或者说是在上周到现在 我们说到的中国的外汇控制 外汇管制呢 将会影响到海外的房地产交易 那我们生活在澳洲 澳洲的企业 澳洲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呢 势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话呢 刚刚说完 就有一个朋友呢 在节目之后问我 哎 麦克 我也赞同你的观点 但是呢 我想问一下呢 这个我如何能够做空澳洲的房地产呢 如果我看空的话 我如何去做空 那么对于这个朋友的问题呢 我自己也感觉当时他问的时候 我是一时雨塞啊 我说不出来 我不有感叹他思维太敏捷了 这个对于每一个投资的这个机会啊 都不放过啊 那虽然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海外 这个买房啊也好 投资也好 会受到这个现在购汇政策的影响 但是毕竟嘛 我们是生活在澳洲啊 怎么说大家呢 也会 我们用的是澳币啊 赚的是澳元啊 住的房子也是澳洲的资产啊 买的股票也和中国密切相关啊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自己是购买着澳洲的房地产 你要去做空 这个心态 这个让我是非常不理解啊 虽然说的话呢 你从投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短期可能是看空澳洲的这个公寓啊 的确现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但是你要自己手里拿着这个资产 你再去做空 这是不是有点自己为难自己啊 那我昨天也是说到 其实啊 这个房地产受到影响呢 它也不是全方位的啊 我们知道呢 这在一个月前啊 习大大说到啊 这个啊 房子是用来住的啊 不是用来炒的啊 这个基调呢 就基本给2017年中国控制房价啊 定下了一个基础啊 那么澳洲其实也一样 现在钱过不来啊 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原本是用来投资 原本是用来出售给海外买家的房产啊 比如说是公寓房啊 比如说是这个七房等等等等啊 但是如果你你你你这个买的是啊 我们说的是二手房或者说是独栋的别墅啊 对于这一类啊 主要是用来自己居住或者改善的房子呢 并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资金量影响啊 所以说呃 对于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呢 我心里也是非常的佩服啊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去尝试做空澳洲的房地产业的话呢 也一定要找的话呢 市面上的也有一些大型的房地产股票 如果那个股票的公司是专门做啊 这个公寓房的或者说海外投资的这个新房 那么可能它的股价将会受到此政策比较大的影响啊 那么其他方面来看的话 另外你也可以考虑做空这个澳洲这个啊 地产的上市基金啊 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提供给的呢 是一些金融的我们说的是你的选择啊 但是我本人呢 并不提倡你手中拿着资产 你再去做空自己的东西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可不是呃 毛玉顿的关系了吗 啊 这个我们说到呃 搞笑一点说 让我想起一首新小旗的歌曲 叫做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啊 是吧 那你现在你拿着手里有有澳洲的房地产 你再去做空澳洲的房地产 那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那有的朋友会问到呢 那如果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受到影响 那么在海外的朋友呢 或者投资者呢 如何有其他的选择呢啊 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不论你在海外也好 在国内也好 大家都是一样啊 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呢 对于说到投资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呢啊 毫无疑问就是股市啊 那股市如果没什么行情 或者说没什么这个呃 趋势的话呢 他们第二想到的就是房地产啊 所以房地产和股票 是所有的这个华人朋友们呢 最常见的投资方式啊 那由于这个澳洲的金融开放程度呢 比中国稍微高一些 稍微走的早一些 因此呢 像类似于啊 融资融券啊 像类似于指数黄金啊 像外汇啊 期货啊这些产品呢 在中国它可能有 但是门槛比较高 可能你得30万或者50万开户 但是在澳洲的话呢 它的门槛几乎为零啊 只要500澳元啊 就是差不多是2000多人民币 就可以开户尝试啊 因此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给我们的投资选择 也会比较多一些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的 我通过这个节目啊 我们每天录制的这个节目 希望给大家呢 带来的一些是一些啊 这个财经上的理念啊 包括呢希望给大家呢 自己在交易和投资上面 产生一些灵感啊 透过这个灵感呢 来选择未来的投资方向啊 那我们说到这个理财也好 或者投资也好呢 那其实就是像这个做美食佳肴一样啊 每个人到菜场里买的菜都是一样啊 但是由于个人口味不同啊 手法不同 烹饪技术不同 炒出来的菜呢 有的咸 有的淡 有的辣 有的是啊 用其他的口味啊 所以说呢 他每一道菜呢 并不一定是适合别人的 可能你自己吃起来是比较好吃 但是别人吃起来呢 就会比较咸啊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啊 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啊 首先要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菜 第二的话呢 尽量要把它做的好吃一点啊 你怎么做的好吃呢 就要不断的学习啊 不断的去练习啊 那如果说像如果你是找专业的机构呢 那对方就像是一个专业的厨子啊 他给你做一道菜呢 不仅仅只有一个素材啊 他肯定给你有冷菜啊 有汤啊 有前菜啊 有荤菜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 这个叫做投资的分散性啊 你就算再爱吃一个菜 你也总不能这一个菜吃一个月吃一年吧 啊 所以说 尽量把这个口味或者或把这个这个菜色呢 把它均匀一些啊 有的吃吃前菜吃吃冷菜吃吃汤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投资上其实也是一样啊 你分成了低风险啊高风险啊 或者是中等风险啊 把这个投资啊分散开 这样即使一道菜不太好吃 那我们还是可以靠其他的菜 其他的汤 来把肚子填饱啊 所以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本人呢 在这里只能给大家提供的是菜 是新鲜的菜 那至于后期的炒作的话呢 我给大家提供的可能只是一些教材 但是最后来炒来下锅 还得您本人去操作 但是希望呢 通过我们每天的这个 每日健康菜谱呢 能够希望大家也做出自己 适合自己口味的啊 丰富的美食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最后呢 说一下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到了澳洲时间晚上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指数 另外到了澳洲时间的晚上 凌晨2点钟的时候呢 也就是周四早上凌晨2点 2点半 是美国每周一次的原油储备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呢 对于英镑 以及对于石油的走势来说 肯定将会比较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